大家好,爱吃一队小猫军和的家经面了 韩国男神玄冰日前才被认证是新豪老公代表 好到会让其他人夫自我反省 对爱妻孙一珍宠爱有加 但韩国演艺圈宠妻的不只有她 接下来跟小猫军一起来看看 这几队宠妻魔人 不止帅更是专情 一,孙一珍嫁对人 玄冰孙一珍两口子在圈内的好友众多 出席婚礼的嘉宾阵容堪比百小 大咖云集,百万豪车牌成龙 没酒没景,不可谓不热闹呀 孙一珍嫁对人了 世纪婚礼的每个环节都充满着浓浓的爱意 玄冰有多宠爱她 单看婚礼的五个小细节就知道了 第一个细节,无法复制的情茧 玄冰和孙一珍的情茧很是独出心裁 当初两个人官宣婚训时 孙一珍曾配了一张她手提一件 迷你小婚纱的图片 玄冰想呵护她的少女心 所以才量身定制了一份无法复制 独属于两人浪漫的情茧 第二个细节,邀请函把新娘的名字放在前面 勤俭上,玄冰和孙一珍的名字 以兵G并列的自扬出现 但邀请函内夜以及宴会礼丹上 玄冰均把一珍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礼丹上的新人顺序则变成了Gin Bing 第三个细节,以新娘的喜好布置婚礼现场 无论是寒梅镜头下的户外婚礼现场 还是嘉宾分享的接待厅的布置 无不透露这个信息 那就是婚礼,礼礼,外外都以鲜花来装饰的 玄冰之所以会用鲜花来布置婚礼殿堂 就连酒店大厅外的墙面也布置成花墙 当然是为了播孙一珍一笑了 笑颜如花的孙一珍最大的爱好就是鲜花 曾多次在节目中透露过这一点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摆弄花花草草 第四个细节,司仪和祝歌嘉宾都有新娘决定 除了祝此由玄冰近20年的好友张东健来担任外 婚礼上的司仪以及延长祝歌的嘉宾 都是由孙一珍来决定的 第五个细节,当中给新娘的父母行大礼 最后一个细节也是最出人的点 那就是婚礼现场,玄冰当着全场嘉宾的面 给孙一珍的父母行跪拜大礼 能做出这般勇敢和真挚的举动 只能说明玄冰真的是爱孙一珍到了骨子里 他无时无刻都在用行动温暖他的心呀 二,严正勋把韩家人的话当圣旨 严正勋曾表示老婆说的话是国法 例如当韩家人要求他应酬过了午夜12点 就必须回家时,严正勋也一定遵从 听从妻子的话并尊重她是最基本的宠妻方式 韩家人是韩玉圈早婚的女艺人代表 早在2005年,年仅24岁的韩家人就和男演员严正勋 一起走入婚姻殿堂 那时候韩家人评价黄手帕,马舟街藏库史,爱情的条件等作品 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由于韩家人拥有许多男性粉丝 因而娶到她的严正勋还被韩玉称为国民小偷 转眼间,韩家人和严正勋已经结婚18周年了 近日,韩家人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和老公严正勋的甜蜜合照 并配文,我在22岁那年认识了我的老公 刚开始恋爱那几年和婚后的18年几乎差不多 老公到现在还会给我买花,是不是过得还挺不错的 20周年的时候想和孩子们一起留下回忆,纪念照 韩家人晒出的照片并非是结婚18周年纪念日当天拍摄的 而是去年严正勋生日那天拍的,他也特意标注了 尽管照片不是最新的,但韩家人和严正勋的狗粮却把粉丝们喂得饱饱的 在照片里,韩家人亲密地依偎在严正勋身边,两人微笑地面对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生日蛋糕上面写着偷走韩家人的国民大道 看来这个标签要跟着严正勋一辈子了 经常关注严正勋的网友们应该知道他有多依赖韩家人 据韩家人透露,严正勋的饮食和穿意都会向他寻求意见 还会把他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一一告知,平常还经常送花 更难能可贵的是,严正勋从未在韩家人面前生过气 对妻子的爱数十年如一日 严正勋深爱着韩家人,而韩家人也特别包容和了解严正勋 韩家人能够立马听出严正勋17年前发表的歌曲 All for you,并准确地唱出来 严正勋睡觉时打呼,还喜欢靠着韩家人睡 而韩家人并不会嫌弃他,而是选择戴耳机睡觉 韩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等两个孩子长大后 可以和严正勋一起去农村生活 最后一起牵手老去 希望这对恩爱的夫妻健健康康,白头偕老 三,权向佑,孙太英 孙太英曾在节目中透露看到老公拍爱情戏时有些难以接受 认为拍简单的就好了 于是权向佑婚后改变了戏路,对爱情戏说不 此外,权向佑关买的不动产,也以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和生日命名 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目前,孙太英和孩子暂居美国 而疫情期间,爱家出面的权向佑多次往返韩国和美国 甚至隔离了四次,只为了和妻子和孩子见面 四,池圣、李宝英 池圣和李宝英都工作繁忙 夫妻俩通过做家务的时间聊天,培养感情 在李宝英怀孕后,池圣更是包下各种琐事 上节目时也时刻惦记着李宝英 口口声声夸赞妻子,简直就是将秀恩爱,进行到底 五,李尚宇,金素颜 金素颜不擅长做家务,自认煮菜不接歌 李尚宇不仅担起家务主妇的工作 与其他女性互动时也十分的小心翼翼 称呼有礼貌,保持距离,以免惹人怀疑 全是为了金素颜 六,Ring,金太希 作为亚洲天王的Ring 婚后把金太希宠成了公主 亲自下厨,为妻女准备海鲜大餐 家务也是一起分担,绝不让妻子太累 七,曹正世,Jimmy 一般艺人为了融入角色 通常会避免与假日联系 但曹正世却超级年妻子 只要在拍戏空档,就会给Jimmy打电话 如果有时间,甚至每小时都会致电太太 八,李笑丽,李尚顺 李笑丽的老公李尚顺通过GTBC的节目 《笑丽家民宿》向大众展现出浪漫老公的形象 在节目中,李尚顺虽然没有刻意特别的照顾李笑丽 但可以看出他性格平和而温暖 特别是拍摄过程中李尚顺浪漫的说 我只要对笑丽好就可以了 九,安宰贤,聚会善 安宰贤和聚会善通过TVN综艺节目《新婚日记》展现了浪漫面貌 不仅津津有味的吃聚会善独特的配方做的料理 只要是聚会善的事情,不论什么都听的样子 充分地抓住了女观众的心 10.苏伊贤,应乔正 苏伊贤的老公应乔正出演了KBS2的Happy Together 展示了浪漫老公的样子 对于是否爱老婆的提问 应乔正回答,结婚还不到一年,所以只能相爱 此外,他甚至还为了怀孕的妻子 穿上了怀孕体验服 感受了铲痛 表达了特别的爱意 11.刘再世,罗金恩 刘再世通过MBC节目《无限挑战》表达了对老婆罗金恩的爱意 和《无限挑战》的成员们去了最新型的网吧的刘再世 提到罗金恩,说这里好好,要和金恩来一次才行 金恩也很喜欢呀 除此之外,看见神奇的或者是好的东西都会提及罗金恩,引起了关注 12.崔希恩,车太贤 车太贤别看他在镜头面前总给人一种点儿郎当的感觉 但是,他是和初恋结婚的 和妻子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并且对对方一见钟情 车太贤在KPSR Happy Together 3中表达了对妻子的心 这天车太贤就 我人生中的一击是什么的提问 回答了是家人 车太贤回想起患恐慌障碍的时期说 即使在父母也不理解我的痛苦的时候 我老婆也给我最大的帮助 妻子见过我好的时候,也见过不好的时候 因为对我很了解 所以只要说话,就比谁都有帮助 你最喜欢哪对明星夫妻呢?